今天是我们正常 大家的投资国 看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手抛补补补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会呢 就是这个 昨天 我们是一个比较好 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 处理所在的 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也能讲述我们的乐远的一个机会 今天呢我们的时间 要跟中国社会民主党 主席 刘国凯先生 给大家这个高脚延一点啊 东党 武党 族人 各位朋友们 一万年先生被害到今天 已经有49年 烂造我们中国人的民主习惯 是七七四十九而来 七十九就应该开心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李汪洋先生不能往安心 因为李汪洋先生是被杀害的 被杀害以后 共产党的政治警察 还要因为说他是自杀 朋友们 李汪洋先生 绝对不用理由自杀 李汪洋先生一直在成价 他绝不后悔 他参加到中国的民主运作 为了中国世界民主政治 他绝不后悔 就像卡拉桃姐的后悔 现在网络上 已经有很多的人 从很多方面 论真的 李汪洋先生 他绝对不会是自杀 而是被共产党的政治警察 谋害以后 在共产党自杀 违造自杀 关于这些内容 我就不用再说了 朋友们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有一句 就是说 我们要推荐中共决认 我们要追究共产党的罪责 除了从整体上 要终结这个政治制度以外 我们还会是要追究那些 拒绝的罪行的实行者 比如说李汪洋先生被害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并没有要那些 河南上海的主材 去杀害李汪洋 杀害李汪洋的具体 施暴者去突然那些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警察 所以我们一个像世界 传递一个新型的信息 就是我们从而 要终结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以外 才比谁要追究那些 具体的杀害 每一个民主政治的 这是具体的施暴者 李汪洋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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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会想到 23年的旅游 在法州控制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 有全千上万的华人 在这里示威 尤其反对中国 被学生镜压的暴政 小学习的当局 曾经 换占作者 改名為天安的老闆 但是中共專制上 它不能用暴力來壓制人物生活 它用萬零種 它用軟的方法 它用全民機商 全民發財 多養中國這個道德 來支持中國人民 但是主要豺狼的特殊的本質 它的支持中國人民是有限的 它用銀彈來打擊中國的零平均 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的最代 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頻度差距的國家 實際上有一個衡量頻度差距的緊急制度 超過了0.4 這個國家就非常危險了 但是現在中國的頻度差距已經將近有0.5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很多人也覺悟了 我們看到了香港的同胞 它那個他們的自由 它通常對國內的事情不大關係 但是到了今天 我們看到幾十萬人去紀念六四 李旺陽逝世的不到一個星期 幾萬人香港的同胞 走到街頭 判施中共殺害李旺陽 根據中共要嚴查被的手 那我們看到現在 中國的環境人員是沒有問題的兩性 我們記得 在抗戰軍中央發展前 東北的地方 我們在用武術的地方 罵他 那是張學生的 張柯林可以講 很多兵的張柯林 黨的大官 大大地超過了國防的開支 國國把日子錢投入到國防上去 我們中國人就不會再釣魚排出去吧 他們戰爭勝利了半個多世紀 我們還在收進門的氣 所以 慈禧太后 清朝 當年清朝的腐敗 清朝怕的還是列強 但是現在 為什麼連起菲律兵連越南這樣小活都敢欺負中國 因為他們看準了 中國共產黨 根本不管人民死亡 他們只管他們自己保住了政權 他們能夠從人民身上 榨取一天的人民的血汗 他們就榨取一天的血汗 他們根本不管中華民族的利益 所以這樣一個國家 這樣一個政府 我們憑什麼讓他們騎在十三名中國人頭上 我們中國人 跟我們現在在這裡的美國人是一樣的 美國人 他們認為 商品造人是人的平等 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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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拐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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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